接近6月,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岛内 卢瓷、班头燕、鱼欧、宗头欧等鸟类迎来了孵化期 一大早,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杨涛 就带着自己的设备开始了巡查工作 今年57岁的杨涛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高级工程师 2008年来到青海湖鸟岛进行项目研究工作 2014年挂职保护区副局长 这一干就是6年 它常驻鸟岛 平时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记录鸟的数量 观察是否有新物种 定期欢呼巡查 搭建网络接收鸟岛各处传送的气候、土壤等信息 我们叫联合科研基地 我们搞科研是怎么搞的 我们提供平台 就是你看到这个探头 我们那个环境那些传感器啊 都是传到数据库里 实际上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过去我们比如说动物所的科学家 研究着鸟类爬到草丛里拿个望远镜拿个本子在系 现在它坐在办公室里通过网络都可以观测了 我们 我可以说我不搞研究 但是我给他们提供平台 杨涛说 每年到了孵化期 看着那些小鸟破壳而出 就会不自觉的感觉到特别兴奋 就觉得这个 每年都是都有这个时刻 就觉得哎呀 鸟下蛋了 那天我一上去拿着望远镜 在蛋挠看看 一看看到那个小斑头燕露个脑袋 真兴奋得不得了 在寻护途中 杨涛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斑头燕 他小心翼翼的将一瘸一拐 跟不上队伍的小斑头燕捧起 带回救护站 让同事悉心照料 杨涛说 我现在保护鸟 但是小时候 我就是个抓鸟的孩子 我可以这样说 我从小就是个抓鸟的孩子 我在 我出生在新疆哈密的 那个从小就是 涛鸟羊鸟 我们那都是 都是这样说 说说我家是电厂 说电厂那个打鸟的孩子 考上大学了 我从新疆到北京 一定是作为网络专家 调的北京 后来又搞这个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 并且我一拍照片 我们那些老同学 说哎呀 说你给干老本行 原来打鸟 现在保护鸟 现在的杨涛 对鸟岛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都很了解 岛上哪里有狐狸窝 他都一清二楚 并且通过他拍摄的照片 发现了两个 首次出现在青海湖的物种 十多年间 他因工作而接触摄影 又因摄影 而更热爱自己的工作 我从09年开始拍照片 一直到去 19年 去年 十年的变化 看得很明显 就09年什么样子 一直到他 演得快没有了 这个要慢慢记累 你必须要每年 你要有心的拍这些照片 杨涛说 鸟岛景区关闭以后 真正实现了 人退 动物进来的景象 生代环境越来越好 大美青海 名副其实 以后就是我不挂职了 我肯定还要经常到这来工作 并且我还是 希望 我鼓励 比如说我们单位 或者动物所 或者水神所 的科学家 即使在这挂职 这个对我们搞科研啊 这些 确实是有好处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